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合法怀孕了 合法的妻子怀孕了 合法的妻子 这得说清楚 没错 你的同类很多在中国 那我们不合法怀孕呢 是 我没干这事儿 孩子什么时候出世啊 马上就是差不多六月底 七月初 现在还不知道 中法混血儿要诞生了 天哪 什么心情啊 要做法国爸爸了 太太兴奋了 幸福开心啊 就是经常就是想着这个就就开心 在家开始练习 各种动作了 是吧 我跟你讲这个真 我也想找一外国人 这个就合了中国的一句话呀 叫千里姻缘一线千呢 你想一个是四川的女孩 可一个呢 出生在法国的李尔 哎 是什么样的姻缘 让这么两个人就在一起造出小孩来了 而且他的家乡是邓小平的家乡 广安 这个更有这个中法的 没错 最近都是重要人物 咱们这个朱莉耶最近在法国获奖了 是吧 这个获得没有 是前总理拉法兰 他现在也是中法委员会的主席 等于现在他想推进中法两国之间的纯文化上的交流 就不掺杂什么经济啊 企业的这个活动 我怎么听的是你们造军舰那人呢 呃 拉法兰不是 拉法业呢 不是 不是 拉法业 你别这样 拉法业 拉法兰 这次把我叫过去 跟他们有二十几个人有有政要 还有一些就是名企业家啊 还有一些名人 名艺术家啊 我们大家一起 这都是跟中国有一定的 对中国有一定了解 有一定关系的人 对 大家都聊如何提高中法之间 包括当然孔权大使也在场啊 也发也发言了 你看多好 所以我们就说嘛 这家节目现在有加藤嘉义 有朱莉安 没错 就我们这个节目前 加藤嘉义也是监制人的接班人呢 对啊 我们这基本上促进中外友谊的好节目啊 没错 未来咱们至少掌控几国形势呢 是吧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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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莉安这个啊 这个通婚啊 而且呢 我才发 我刚才讲他离尔啊 他离尔离比利时特别近 对 哎 刚才跟我们说他们那都讲比利时笑话 我觉得比利时的这个幽默呀 跟中国幽默不太一样 法国幽默 今天跟我们讲两个 首先不是比利时幽默 是法国人关于比利时的幽默 还是法国人的幽默 以至于比利时人为了报复法国人 也有关于法国人的另外一种幽默 对 他们的这个我还不知道 就是他们的前提是法国人很自大很自恋什么的 我们的前提总是说比利时人笨 这当然是 刚才讲的那个 刚才讲的 先是衣柜里发现一个骷髅 问那是什么 那是比利时人玩捉迷藏赢了 哈哈哈 就在里面躲太久不出来 对 就没出来 我以为是说比利时人瘦 那半天是说比利时人太蠢了 在里面待了两百年也不出了 不过中国人更容易理解的这个 在房车里面换一个灯泡 需要几个比利时人 哈哈哈 你太蠢了吧 你就比利时人 我我我公布 对对对对对对 你这已经融入我们家乡的精神了 公布答案 需要五个 有一个在里面拿住灯泡 四个在外面转房车 哈哈哈 哎 这好玩啊 所以你看这个这个这个是文化啊 就是每个地方和每个地方的人就不一样 对 哎 最近有件事特别能凸显 你们法国的文化 法国人这个愤怒了 对吗 法国人愤怒了 你们你们法国人 哎 我先给你看张照片 现在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有一个房子 导游领着游客去的时候说 哎 这就是那个法国人待的地方 卡恩呢 就那个法国人 那个法国人 那个法国人 那个被控强奸的 IMF的前主席 说是租住的那个豪宅嘛 对 24小时给给给监监管着 对 而且现在还是电子脚踝这个卡恩呢 就关在那个他自己租的豪宅里 咱再不知道是一种脚科 电子脚料之类的东西 是家庭监警 就你不用坐居留所了 你可以在家 你给够钱 怕你逃跑 就以前有那个就是波兰斯基 那个导演的事件 对 波兰斯基不是跑了吗 怕你跑嘛 那怎么样呢 你关在家里头 脚上呢 靠着那个靠 那个靠是你一走开家门 第一他想 第二他就会自动报警 给警察局就来抓你了 哎 我先问问你 法国人对卡恩涉嫌的这个事情 是什么思想感情啊 很难说 因为这种感觉 这件事在我们法国 没什么了不起的是吗 首先说以往 法国其实也就是分这个政治的派别 分的比较明显嘛 所以以往呢 就是看什么报的人 就是什么派的人 这个是以往就是如此 但这件事情上 反倒让很多以往是激烈反对卡恩这样的是这种社会党派的这些人 有一些右派人士也在这一件事情上也开始同情他了 对 因为这涉及到其实的涉及到的是法国的文化 他之前那么多事情 07年有一个人 一个女作家 因为他跟卡恩他们家庭啊 之间有一些关系 他跟卡恩的女儿也是最好的朋友 所以他其实后来这个事情也没有太追究 他母亲也是一个政界的人 当时他就说遇到这个事情 采访卡恩 卡恩对他有一些小动作 07年的事 后来那个 还不错 对 然后那个在法国的节目上放 比那个酒店的服务员是强的 比他强多了 比他强多了 然后在节目上放后来那个制片选择吧 这个Dominix Toscan那三个字啊 就啵 就是法国播出的时候 选择这样 后来08年当然我们都知道 跟匈牙利的这个是经济一些学者 好像是 对也有这个 一直在法国很多人都知道 媒体的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一直选择起码不报道 或者是不在最明显的位置报道 为什么呢 他你像他在法国后来还是 你们未来总统的热门候选人 社会党一边 就但是大家一直知道他过去这些事 对 这就是法国的这个文法 他基本上 他那是性骚扰 我看法国人是不是有点把性犯罪都当赞美啊 没有这个我澄清一下 澄清一下 因为首先这个事情当然定不定罪啊 有没有有没有这个事情 现在目前还很难说 但是他超级好色 这是很多人一直知道的 问题是法国人确实有很多人认为 一个男人的好色 其实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就是但这个他只是更比很多文化 更公开的承认这个事情 而在这种 中文叫什么 文化当中啊 这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 但实际上你在美国 多少人都出过一样的性丑闻 只是美国的社会舆论是绝对不饶的 而法国的社会舆论说 哎呀我们普通人也这样 这事不影响他的工作 所以你说我为什么想当法国人呢 你知道吗就是 我终于明白了 我永远都我永远都忘不了 当年克林顿闹这事的时候 人家法国报纸说什么 说美国人成熟点吧 真是没见识 这点事算什么了不行 我就说每回唱我的祖国 他都唱成一条塞纳河 我第二祖国 第二祖国 这个我跟你说 这个法国呀 我还真是情有独钟 当年我为什么说呢 我美国拒签了我之后 法兰西向我张开了怀抱 我去了巴黎待了两个星期 从此我就自认为是法国人 第二祖国 而且我的好朋友说 他这辈子要是有可能啊 最喜欢居住的两个城市 第一就是巴黎 第二是台北 我跟他一样 我在这里代表法国人民 欢迎你跟法国结婚 提前 提前 法国女的好对付吗 不好对付 常当不好对付 非常不好对付 所以他来找四川 法国有个前总理 你刚才讲到什么 安格鲁萨克逊 法国曾经有个前总理的夫人 我这我这叫个什么松 总理都叫松吗 什么松 松 松夫人 是法国松夫人 这是报纸报道的 好好好 到英国去访问呢 公开在媒体上批评啊 他说我到英国伦敦逛了几天 他说这个安格鲁萨克逊民族的这个男人 很有问题 说有有什么问题呢 我在伦敦大街上转了几天 没有一个英国男人抬起头看我一眼 他这个是太没文化了 不礼貌 他说你到我们巴黎 我们法国的男人 哪怕正在买手于工作 只要有个女的从旁边过 还是会行注目礼的 你知道这种情况在美国的工作环境当中多看两眼 有可能有一个人理解为性骚扰 对 没错 开一句玩笑 没错 因为美国是完全是清教徒文化 巴黎街头甚至是当街尾随啊 那个女孩子觉得这是一种这个赞美啊 你知道吗 那你去意大利呢 更那个什么的 我这巴黎就是我就看一些小伙子 见着一女的都不认识 上去就搭讪 他尾随着女的 我尾随着小伙子 我看看看看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朱利亚你就代表法国人民愤怒了是吧 对美国媒体愤怒了 今天一来拿这个手机说你看看那个他们外国都怎么说我们怎么说的呀 没有是这样就是这次呢 安格鲁赛克逊媒体啊 总体上都在要么讽刺要么说法国 那这个事情确实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不理解 比如说文化就不一样 为什么有什么样的法律有什么样的媒体跟文化有关 你好比说记者 记者文化 为什么以前现在说的最多的是 有一个词好像叫Omerita 就是以前的这个法国记者 为什么不报道这些事情 对啊 那法国的法国人就觉得很正常啊 你没有定罪 你没有什么证据 你就不认 那你是记者 你应该去澄清此事 你应该去想办法去了解此事 但是呢有人分析说 其实很多法国的主流记者 都是来自一些精英学校 就像政客一样的精英学校 他们渴望的是更多的是通过 他们把自己视为知识分子 而不是报道事实的人 所以他们还是希望有一种主观的意识 来告诉大家 他们怎么分析某一件事情 要不然他们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合格的记者 或者媒体人 所以呢他整个文化就不一样 有人曾经是好像英国的媒体就说嘛 美国的记者从当记者第一天起最大的梦想 就是把哪个政治人物搞下台 法国记者最大的梦想就是跟政治人物一起吃饭 中国记者最大的梦想就是把个明星搞个底朝天 把他家底都抖了出来 他们就说这种性文化啊 英国和法国很大的不同 比如说法国媒体也嘲笑 就是说英国至于嘛 就是英国拍了一个什么广告 拍了一个什么广告 好像妇女这个文胸的 大概比较柔软的 这个文胸的这个广告 然后就这广告上就有一个女的穿着比基尼 在沙滩上 主要是旁边说了一句广告词 说女人也不只喜欢硬邦邦的东西 好家伙 英国妇女组织啊 就不干了 不干了之后 最后这个这个广告商就道歉 这是法国媒体调侃的 这广告商道歉 然后一个月之后 广告就改了 还是这个画面 词变了 说女人也喜欢软绵绵的东西 这是真事 这你知道 这就是为什么法国人有这种精神 就是说把什么事情你看透一点 你包括美国那么多 同样的这些性丑闻什么 你把文化把舆论搞得那么紧 去到最后 人之常情嘛 所以他想的角度不一样 那英国人讽刺 这次也是啊 大肆的这个这个报道这个事情 就说你看你们法国人以往啊 为什么就不愿意报道那么多你们政治人物的一些性方面的哈 这种啊 这种爱好啊 这种这种倾向 那就是因为你们很很喜欢在世界面前展示 你们的男人是多么受世界女性青睐的等等等等啊 对包括是我们四川女性青睐 对对对对 不是他刚才讲的事啊 引起我一个很文化的一个联想 你知道他刚才对法国这种记者的描述啊 基本上是文道这种人当记者 你知道啊 这个记者过去号称是无冕之王啊 我就发现你看过去有一种理想啊 就是折人王 折人王就当王的人啊 咱就说所谓君主制很少能够出现这种理想的状况 这理想状况是出来了一个折人 这个人是盛名的人 他当王好像是比较好 对吧 你看记者他就说是也是咱叫无冕之王 他这意思就有点记者折人王的意思 他们法国有很多那种很像法国的知识界 就学术界啊 跟这个媒体的关系非常近 嗯对 所以你常常看到一些别的国家很少见的现象 例如说他有时候找一些记者 那个记者根本不是记者是学者 临时聘他去做个什么采访 比如说有私教的 对 比如说像当年的 你也很喜欢的法国哲学家福克 福克 他就去采访过伊朗革命 啊 对不对 他们会派一些这种重量级的学者去采访个什么东西 他们 所以他们本来很多记者就当自己就像 童然讲是知识分子 而且在法国的知识 不光是知识界里面 在整个文化的主流是这样 你必须如果你在这么一个职位上 你又是可以写作的人 你必须在任何一件事情上 你要有立场 对 你要有观点 对 而是你看在中国 可能更多在 在 我在媒体里边 我们就觉得一定要尽求客观的 去去讲一件事情 你毕竟你是专家 你代表某方面 所以你要 呃 从这种角度 那法国他就觉得你应该有自己的一个立场 你应该捍卫什么什么什么精神 哎他讲这很启发我很很很启发我 哎文道你说咱就说另一个 就说卡恩这个事啊 嗯 很多这个小市民呢议论呢 就说怎么会干出这个事 假如他会干你觉得他会干这事吗 强奸为随 呃 我很难说 我觉得如果他有一定控制力的话 那么多年他应该知道轻重 对 但是我觉得 有时候你回想起来像他们这种人物 这种位高权重的大人物 呃 很多人 我一般小老百姓第一个联想到就说他何至于吗 对对不对 所以你要搞的话 你你很多途径很多方法 对不对 你有权有地位有钱对不对 你你你方法太多 但你会发现有不少这种人都会犯这种蠢事 是 那为什么呢 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理由 就是对他们这种来讲 如果他去真的花钱找人 或者名正言顺的出去约会偷情 风险其实相当高你想想看 他那个过程很漫长 他要冒着被狗仔队被什么人发现的这个风险 对他来讲 他你知道那个现在美国报纸报那个情况是当天他洗的澡 听到人家进来打扫房间 他这时候就憋不住了 你想想看 他就是 所以你想想看 他们就觉得是第一句 一定是太压抑了 压抑到个程度洗个澡 一个女服务员来了上 他是那种你想想看 就觉得是某种电影里面的情节 这太太太变态 你看他讲那句香港人讲的广州话叫什么 对所以这种话这种状态我们香港人叫他什么 不理好丑最敢又找手 这什么意思 不理好丑 不理好跟丑 最好就是救手 顺手 顺手 不就跟施瓦辛格那差不多吗 咱们可以看看 施瓦辛格我看也是不管好丑 最重要救手 你看 这是他的号称美女的老婆 这就是他的这个保姆 这就是说施瓦辛格的私生子嘛 说这个保姆 很多人呢 倒不是说施瓦辛格私生子这事有什么 主要也是说说怎么这么喜欢不算好看 但是你看美国媒体他这个报道啊 说这个施瓦辛格有这个癖好 说是他们一调查调查出十几个 哎呀个个那大家丑的就没法说 就是说会不会 我很难思议就是说 难道真会有男人就喜欢丑吗 我觉得还不是丑真的 你看施瓦辛格那一些 你记不记得当年克林顿 蓝温斯基你说漂亮吗 对 他不漂亮但他就是救手嘛 就是我要说就方便嘛 没错 就白宫实习生 你想想看你如果真的要 因为现在那个年代跟以前不一样 没错以前英美从来也都很保守 可是你回想当年 美国以前的总统甘乃迪 他要搞搞谁 他搞马力联盟路 哎呦这什么品位啊 对但是问题是当年马力联盟路入工 入白宫啊 这事是没什么人知道 没有狗仔 大家也很难追的查得出来 但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了 没错 他们这种他们只能够很凄惨的 在希拉里的目光注视底下 只能够找一些最方便的 没错 就在旁边的 从另一个角度 你们国母那裸照都上网了 你想想那他曾经也是模特 对他说你说的还真实 我看过一个美国前一阵退休的那个 叫拉里金 Larry King 做了25年的老主持人 他写的这个自传呢 你看他也感慨 他你要感慨一个事 你都不可能想得到 他说这个去采访 他去采访 他平生第一次见到那个罗斯福 二次大战的时候 美国那个总统罗斯福的时候 他才非常惊讶的发现 他是坐在轮椅上的 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就说当时的记者呀 就像你说的 就是说这个高高度到什么 根本他这什么小儿麻痹或者下山瘫痪 不会报这种 不会报这种新闻的 报的是什么大政方针的 或者是什么 以至于没有人知道 他实际上是个瘫痪的人 对都不知道的 这玩意儿跟今天相比 就拍你下半身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朱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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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刚才你提到Larry King的 然后我就想起 Oprah不是近期就 刚刚做了 录了她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期节目 她退休了是吧 对对 然后当然是所有人 包括十万辛格的妻子也去捧场了 Oprah的这个文化在美国啊 你说是每周能有四千万个观众来看 这是史无前例的 史无前例的 在中国不算什么 在中国还是不算什么 在美国还是很厉害的 那她的影响力大到就是全美国的女性 基本上是很多都是听她的 都是忠实观 那在那个老虎舞姿出那个事的时候 就有人分析说 好像是在法国媒体看的 就说哎呀这有什么 你就是没有是在美国媒体分析好莱坞文化 说没关系 好莱坞是可以在很快的时间内捧一个人 也可以在很快的时间内毁一个毁一个人 但是毁完之后 同样可以在很快的时间内把它再捧起来 这就是好莱坞 那就提了一个方法 很多人就会用这个上一期Oprah的节目 哭一回 向全国这不是宗教文化吗 忏悔文化吗 向全国女性忏悔 我要我发誓我要从此以后当一个好男人 这一下子就一切都好起来 你又成人民心目中的英雄 所以高小松该上一集努力 是吧 对 你说像美国的这个事情 史瓦辛格这个事情 要是搁在法国人看 还行 不会那么舆论 不会那么难受吧 我觉得 但是同样 人呢都是差不多的 都对一般的社会都接受不了 但不会像美国那么严厉 对 因为你 因为史瓦辛格这还不一样 他是私生子 他有情妇 他不是强奸 概念是非常不一样 我觉得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其实他们老说史瓦辛格怎么花呀 我从这个事情里 我反而看出史瓦辛格的可怜呢 那当然 就是只能找保姆 你知道吗 多压抑 多压抑啊 实际是很装蒜的 他们这种人 对吧 卡恩还是挺厉害的 这个那么多年 他妻子也特别挺他 这个不一样 他妻子是法国 他妻子挺他高女人吗 刚才你不是说吗 他妻子就是法国版的美女软刺衫 对对对 她是美女版软刺衫 她是那时候高端访问的 是在法国的晚上新闻联播以后 高端访问的女记者 第一美女记者 世界各地政要 所以你看水平高的女的 到现在都在支持她 她就说我很自豪啊 这个我丈夫 我丈夫那么这个受女性的喜欢 那我当然很自豪 你真的得去法国 这是法多老婆 真的 中法友谊 你得去搞一搞 我说他中法交流一下 别不老久后我们四川的 你也把李尔就发应了给我 我让给你了 让给我了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 making want 我们来吧 我们来的电视频 kennen 是吗 rift卖 我们来的电视频 也就是我们来的电视频